接着下来第七场 这一组第七场赛事 就是一级赛 2000米 都是焦点的赛事 金枪60 还有一只浪漫勇士 香港金杯 fit的嘛 都相当多 好了 先看了试集 我想大家看的试集 很多是同组一起试的 又要看很多次 海船时光放出来 就走得很顺 顺点 幼龙串缝在里面 三缸飞轮红衫 但是三缸飞轮入了闸 起琴起了两次 后面中横大进 外面金枪60白衫 还有很多肥仔省省的蓝衫 在第二位 自胜者强外面 没有换脚的 自胜者强 他想它换但都没有换 其次斗士 就出闸那一刻慢了 起琴那一只三缸飞轮 但其次斗士是慢那一只 一代天玺的粉红袖 后面粉红袖那一只 美丽宇宙 还有一只魅力之鱼 根本这组马 每个都有份今日跑的 所以大家都要重温又重温 海船时光就自己放 就走得顺一点 自胜者强 其实我看潘顿想他换脚的 不过不要强行动他 因为他下场都已经 给你看他没有这个问题存在 他懂得这件事的 金枪60白衫外面追点 旗次斗士 这些经常都是这样的 会冲一冲好像很劲 是魅力之鱼 我怕马跑得多了 在尾尔 金枪60白衫带我当追 刚才那个《泥地集》 这一课拍跳 其实他上一次已经转了这种功夫 就是最后试跑落草地拍跳 因为他之前不是这样的 通常跑两三课前拍草地 但上次行 拍草地赢的 好 浪漫勇士 你看看一个势头 说真的 现在还抛到二千 我觉得他基本上都吃硬你 金枪60白衫 还有他年轻 好了 这组试集就有几只马都要看的 中档红眼罩 飞轮闪耀 后面就论文 走出大我当就是自然力量 自然力量 你要留意安上人是建杂学员 这只马都是冷得出汁的 首先建杂学员当然安全一些 拿到平衡线的马 但你看看一路都有一些走出去 不满脚球 是的 所以这些集你的名字后 你好像觉得 那只马不是很厉害 你不用太介意 反而飞轮闪耀就透出 论文就跟着他 不过论文也有点问题 稍后再说 我开始以为他好一点 但还是信不过的 那些银锤仔 到时再想 飞轮闪耀 浪漫风采 飞轮闪耀后面 浪漫风采是前面 其实飞轮闪耀 都是一只很好的马 不过大家都已经 将这场摆在一二度 这只就是家应之星 上次霍宏星 也跑得相当之好 他对于这一马的脾性 很了解 现在这只马不用自己带 他喜欢追人家 现在这只家应之星 但这次用了 生保骑士用了麦道浪跑 其实已经八岁了 以这一年纪 还是没有再年轻承接到的马 看你怎样想 这样就调交 开心 他也没有什么 这只上次是什么原因落败 我自己也未想到 法财先锋 成为全热门 结果带头回来就散 跳它是愚老一点 神操没什么看 好 再看一看 基本上跟刚才跳 又或者上次赛前跳 我都觉得 没什么很大的分别 贏那场谷操赢得挺漂亮 然后再跑上一次 都好像不是那只马 这只龙骨飞扬 今年的出赛就少了 这只龙骨飞扬 但我觉得它一次比一次 是精神的 有机会争取一些3344的龙骨飞扬 过往2000米他都赢过的 8岁 我觉得他比嘉莹智胜 说真的 可能我又计算了 他没什么怎么跑 这只马 今季跑多少场马 可能 就是像你说的 3344 好像第一、二名 是不是画了一些 二号、一号、一号、二号 是指定位置 勇战神区这些 其实相当够级数 但他又不知道哪一场交道 你看他国际赛出来跑 他是跑得比较好的 一只香港的代表 但是这些呼吸有问题的马就通街都知道 唉 都叫做赢了场马 苗里德就 就是如果 又是好像那些老生上谈 如果他交出水准 可能很厉害 但是 都不是很可信的 我确实觉得 是的 来到第七场 跑这个香港金杯 三冠大赛的次关 这些赛事 都是一、二的机会相当高 我相信都是一个观赏性质 参与 我想都不是那么容易 即是能着手 因为你拨远 可能都热到没味 想想其他彩词 其他你找配角 譬如好像飞轮闪耀 他二千米 我看过他跑了这么久 他有些问 他是要忍得很漂亮 跟你折一段 才有机会有披 这些马巴道当然跟他很夹当 以往都是相当成功率高 其次就是六号龙鼓飞扬 这些都是四重彩 甚至是神博智慧智乔 可以想的嘛 我刚才都说了 金箱六十 怎会不厉害呢 马王当然是厉害 哪个角落马也不厉害 但跑到二千 很明显上一次浪漫勇士 跑一千六 你说骑士发挥 转弯走出去 入直路又被人捱出去 但回斯回来 那只浪漫勇士 是还有的 二千米还要五岁 二千米是他强项的路程 现在我容易看到那副赛职来计 二千米是强项路程 五岁 朝气感一定充足过金箱六十 金箱六十是打比赢二千 上季有一场跑二千跑位置 是完全没有威胁的 所以真的路程方面 都真的完全没得挥的 我觉得 所以我不知道你会觉得 哪一只意义或者其他 但是如果因为金箱六十 再热了一点 而浪漫勇士有更合理的分头 我觉得是更加适合的 浪漫勇士 其他的三三四四 龙骨飞人 我想看都同意 这只你都可以继续下去 第七场赛事 都是一场非常高水准的赛事 到现场慢慢看下它 第七场赛事都研究过 休息一会儿